惡法 救公投 決實抗議公投修惡法 前副總統呂秀蓮也到場聲援 任何一個政黨敢於冒違憲 他要承擔多少政治風險 要投票的立委當中 相當多數都需要尋求連任 要這樣通過惡法的話 我想最後很多的選民 會請他離開立法院 過去把公民投票視為政治省主牌 如今九合一選舉民進黨大敗 交心腦汁就是要讓公投和大選脫鉤 如果當呂富真的坐下來的那一刻開始 我們的目標就會是 讓這群民進黨的立委出不了立法院 你們有種就在前兩天 把公投法刪讀收過 但是接下來連還有三週的時間 我們發誓我們會不惜任何代價 讓你們出不了立法院 誓言跟蔡政府周旋 到底二零八年又稱作公投元年 好不容易透過直接民主決定國家政策 如今修法不只讓投票門檻提高 公投連署還得付身份證影本 各自外洩連署不宜 投票率下降統統不管 就是不讓藍營復制一二四經驗 以公投議題催出民心 蔡英文為了怕自己輸 所以他要讓所有的變因都降低 其中最大的就是公投 號稱民主政黨卻無視民主政治 連前輩呂秀蓮都看不下去 不只道場聲援 更喊話17號臨時會協調 沒有結果自己也將參與盡坐絕食 記者 吳奎妍 溫萱 太報道